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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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演唱会投资方彭桂新先生 欢迎您 演唱会投资方龙果先生 欢迎您 联合成本深圳蓝颖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才先生 欢迎您 明星指定酒店惠州市康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雪云女士 欢迎您的到来 总票房单位维也纳酒店惠州花边岭广场店店走 岳芳女士 欢迎您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鸣谢单位 贵州胡桃里音乐餐厅店长谢蜡蜡女士 欢迎您 鸣谢单位 东莞张木头商旅之家酒店总经理张世江先生 欢迎 支持单位 朝同时代品牌童星艺人之身经纪人陈海涛先生 欢迎 支持单位 深圳天盛家和活动部总监于浩安先生 欢迎您的到来 深圳中黄娱乐 潘总 欢迎 朝同时代首席音乐艺人 朝同品牌全国代言人 刘颖宁 小童星 欢迎我们小童星的到来 欢迎 深圳天盛家和旗下艺人 张艺谦小童星 好 让我们继续展示欢迎我们的小童星 直播平台 广东广九传媒董事长 钱斌先生 欢迎您 东莞市上元文化 刘总 欢迎 直播平台 玛雅影视传媒董事长 钟志强先生 欢迎 东莞市炫亮文化传播董事长 莫元先生 欢迎 东莞零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忠前先生 总经理 潘华先生 欢迎二位 东莞市首莫文化传播董事长 张震先生 欢迎 广东浩天文化传媒董事长 宅国传先生 欢迎 东莞市文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总 欢迎 东莞市瑞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刘总 找生 影视童星 刘俊奇 欢迎我们的童星 欢迎 以及两位中国的内地创作歌手 陈小杰 以及一丹丹 欢迎你们的到来 欢迎 让我们再次将掌声送给以上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 以及各位朋友的到来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好吗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丽玲 那么衷心的感谢我们今天丽玲 今天发布会的各位来宾 媒体朋友和粉丝朋友们 熟悉欢子的朋友们都知道 欢子是我们广东音乐人的传奇人物之一 出道至今 相继发行了《与爱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 其实很寂寞 我们回不去了《新欢主义》等八张个人音乐专辑 没错 欢子也曾荣获华语金曲奖 全国最受欢迎创作歌手 音乐先锋榜 乐坛进步奖 进歌王 最佳新进歌手奖 优秀原创歌手奖 华语金曲奖 全国最受欢迎创作人奖 等殊荣 在乐坛九富盛誉 也深受我们广大歌迷朋友的喜爱 那么我相信大家也从我们的多方面渠道了解了一些 关于本次演唱会的信息 但透过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大家将会知道更多的亮点和细节 本次演唱会可以用温情细腻震撼灵魂八个字来形容 欢子不仅会带来很多经典的歌曲 还会带来很多全新的作品 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演唱会过程当中 婚子还会尽可能的增加与我们歌迷互动的环节 令歌迷竞享此次顶级的音乐盛典 哇 非常的期待啊 是的 因为增加了和我们歌迷朋友的这个互动环节 我们也相信歌迷朋友们 会从我们的演唱会当中呢 收获更多的惊喜 所以我们觉得此处应该有什么 掌声 是的 谢谢大家 让我们共同期待 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消耗 首先我请代表本次演唱会的主委会成员 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以各位相聚在惠州市惠城区勘地国际酒店 在这里举办 《荒子我的青春有你》 《十年经典全国循环演唱会》 惠州上新闻发布会 我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 今天要特别感谢惠州市政府 各机关部门对本次演唱会的大力支持 才能顺利落地举办 同时也要感谢投资方对主委会的认可 感谢赞助商对本次演唱会的鼎力支持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最后我预祝 《荒子我的青春有你》 《十年经典全国循环演唱会》 惠州上新闻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票房大卖 好的 谢谢 来掌声欢迎送我们的鼎瓜瓜董事长王冬樊先生好吗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王总精彩的致辞 非常感谢 我们也坚信在我们主办单位 以及我们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之下 欢子先生肯定能够以更强的动力 开启全新的音乐旅程 为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 再次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预祝我们的本次呢 演唱会能够圆满成功 票房大卖是最重要的 来吧朋友们 我们现场来点热情的掌声 给自己打打气 加加油好啊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接下的时间 即将进入到我们发布会的高潮环节 也就是我们的明星欢子 与现场的朋友们互动的环节 那在欢子正式登台亮相之前呢 还是要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所有来宾 对于欢子的期待性 来吧感受一下大家热情的掌声有多少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先通过一段VCR 来感受我们明星偶像歌手的非凡魅力 来请看大屏幕 欢子 中国内地创作歌手 演员 音乐制作人 出道至今 已发表七张个人创作专辑 以及数十首单曲 2008年 尤其创作的代表作品 心透2019 原谅我一次 怀念过去 余爱 伤心的时候可以听琴歌 其实很寂寞 得到你的人 却得不到你的新的歌曲 在华语乐坛中大热 欢子的作品 在华语乐坛中 具有极高的传唱度 深受听众喜爱 其歌曲 自2003年以来 累计在线播放视听 下载量已超过数十亿次 2010年 欢子多首歌曲 创造多项音乐排行榜记录 在中国最大的在线音乐播放器 腾讯 酷狗 百度等音乐排行榜中 歌手排行榜第一 歌曲总统排行榜第一 来吧 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 全体起立 让我们共同来注视我们的后方 中间让出一条通道 有请华语乐坛流行演唱歌手 欢子登场 掌声 尖叫声 呐喊声 一起来 欢迎我们的偶像明星歌手 欢子 欢迎欢迎 好 来有请 好 来有请我们的欢子 来移步舞台中央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掌声 继续响起来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来 有请欢子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惠州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始来到惠州 感谢现场的主办方 还有康蒂酒店 所有文化传媒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经纪人 全内的朋友媒体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欢子 非常感谢我们的欢子老师 今天历临了现场 我相信的是我们在座所有的合作单位 以及我们所有全国各地的歌迷 对于我们欢子老师的期待 那么如果说玩小丝了说呢 可以说台上的主持人 我们两个从初中高中阶段 都是听着欢子的歌曲长大的 哎呀 除了这个就是80后 其实咱们90后 00后都特别喜欢欢子老师 对对对对 曾经当年我觉得最经典的作品 比如说《愚爱》 《心通2009》 《原谅我一次》 还有《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 等等等等 每一首歌曲都烙映在我们的心里 现在00后的小宝宝也喜欢听欢子老师的歌曲 为了这么经典永恒的声音 为了这么优秀的歌手 全场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 庆祝一下 谢谢 谢谢 哎 欢子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惠州 有怎样的心情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心情啊 像回家一样啊 经常来啊 给我们的家人来点掌声好不好 OK 刚才我要打断一下你 你今年多大了 我 这个欢子老师这个问题呢 我大概二十多岁吧 大概 二十多岁 听我的歌长大 这句话说的有点弊端啊 绝对是弊端啊 之前 呃 从我第一张专辑 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呢 我到全国各地 去 演出也好啊 就是 做活动也好 经常 会有五十多岁的人说 听我的歌长大 我觉得有点尴尬真的 不能这么说 你看我现在 顶多一看就二十五岁了 很年轻 很帅 欢子老师 来到东莞之后呢 来到惠州之后呢 来到惠州之后呢 觉得更加的荣光荷发了 其实我这话说的 确实有点问题 欢子老师 不是说 听着你这个歌曲长大 是你的歌曲 伴随着我成长 这样说应该 说啊 应该 只是我出道早了 对 欢子老师十几岁就出道了 十几岁就出来了 一边读书 一边做音乐了 所以很多 见到我本人的 这种 歌迷和朋友 都会觉得 原来我不是一个阿婆 其实本人还是很年轻 只不过出道的时间早 大家可能不了解 欢迎老师 出第一首歌曲 直到演唱到今天 十几年 那个演艺生涯的时间 对吧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想请问一下 我们欢子老师 在2019年有怎样的工作规划呢 我觉得经历了这么久 大的规划还是做音乐吧 好好做音乐 好好发作品 因为好几年没有发作品 现在新人那么多 所以一定要就是继续做音乐 因为继续做音乐 所有赞助商 我的这种演唱会 一场也一场才会来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新人再多 经典永远是经典 欢子老师永远是我们的经典 欢子老师永远是我们的经典 经过时间的磨练 其实我的歌真的很经典 是的 是的 现在呢 我们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前奏响起来 哦 这个歌很熟 永远 所以在座的演出商 我六十岁都要请我做演出 OK 因为都是大合唱的啊 请不请 同意吗 要请的话鼓掌先 必须 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感谢我们所有演出商 文化公司 媒体 谢谢你们 OK 谢谢 谢谢 再次的感谢欢子老师 那欢子老师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语 要对我们亲爱的歌迷朋友说吗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欢子老师的歌迷 包括我们俩 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歌迷朋友 今天 我说 我要来主持 欢子老师的这个演唱会 我们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很多朋友说 帮我要 欢子老师的这个签名照 好吗 我说可以 好多好多的留言啊 所以想 请您和我们的这个 直播端前的朋友们 来打个招呼 来送一些众 还在直播吗 对 对 OK 所有看直播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欢子 非常开心 你们支持 欢子 十年景点 我的青春有你 身回演唱会 会走战 感谢 希望听新歌 看演唱会 买票 必须买 必须买 必须的 好的 谢谢 真的 在我们这个 欢子老师的这个演唱会 当中呢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不仅有咱们的经典曲目 而且呢 会有新歌哦 朋友们 新歌最近发了一首歌 应该还很不错的 也是情歌系列 叫做 我们不再是你我 可以收一下 酷狗 很久没发新歌 感觉有点陌生 但是还好 歌迷还记得我 如果说新作品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是属于情歌系列 对吧 会有多尝试 其实呢 这个市场很奇怪 就是情歌 它可能会大火 小众音乐 它很高级 很好听 它不一定大火 所以我觉得 在音乐的市场是 各有需求 那么 很多老歌迷 都是听我的老歌的一些 比较流行的歌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我别的音乐风格 听一下 会不一样 是的 来吧 掌声送给我们的欢子老师 好吗 非常的期待 一个非常优秀的艺人呢 不但是要 站在我们最初的起点 而且也要为了观众而改变 让自己变得多元化一些 让我们的观众熟知 我们可以为了大家而改变 所以说歌迷才会一如既往的 继续支持我们的欢子老师 欢子老师 他一直在坚持着他的音乐之路 欢子老师的每首歌曲 都是经典曲目 那欢子老师的 我们的这个全新立作呢 也必将带来更多的惊喜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到了 我的青春有你 欢子 十年经典巡回演唱会 惠州站 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的启动仪式环节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邀请各位领导嘉宾一起上台 和我们欢子老师 共同来参与我们的启动仪式 那接下来的时间 来欢子老师 您请到这边来稍微等待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以及我们的投资方 赞助方 好来有请我们的主办单位 顶瓜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冬淮先生 东莞宏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惠州分公司总经理 陈国欣先生 DT舞美工程董事长张科先生 以及演唱会投资方郑军先生 还有我们演唱会投资方彭桂欣先生 演唱会投资方龙果先生 来有请诸位 共同上台来和我们欢子老师 共同来启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来有请欢子老师一步中间 来有请 好的 请我们的欢子老师一步到我们所有的 单位中央 来吧也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 把您的相机调制好镜头 对准我们的舞台上方 我的青春有你 欢子十年经典演唱会 在我们的惠州站 在7月20号即将隆重进行 今天在我们的发布会现场 群星璀璨 然后呢 让我们现场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让我们正式开启这个模式 来大家做好准备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 我的青春有你 欢子十年经典巡回演唱会 正式 四 三 二 一 我的青春有你 欢子十年经典巡回演唱会 惠州站已经正式起航了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 来有请大家合影留念 来让我们一起开箱镜头好吗 来有请 精彩的瞬间 来摄影师摄像师 来请做好准备 来请我们的各位嘉宾 好 看一下镜头 一二三掌声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欢子老师 谢谢我们所有的嘉宾 好的 请稍等 好 欢子老师 此刻请我们的欢子老师 先站坐留步 对 刚才我们讲到了 我们的演唱会现场 欢子老师为我们 带来全新作品 而且在乐乐风格上 做了新的尝试 而且还有最重要一点 是歌迷们最期待的 看准镜头 现场的歌迷当天 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更多的近距离 跟我们的欢子老师互动 而且最好的就是您的签名照了 真的吗 是的 有多少人都在想 特别特别的激动 那有两位 他们本身也是童星 而他们呢 也是您忠实的粉丝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有请 我们的两位小童星 来掌声有请 来有请 朝童时代首席音乐艺人 朝童品牌全国代言人 刘颖明小童星 以及深圳天盛江河其他艺人 张艺谦小童星 来有请二位 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小童星 来站在你们欢子哥哥的两边 好吗一边站一个 来 首先咱们话不多说 先跟欢子哥哥合张照好吗 合张影好不好 这两位当天是您演唱会的 助阵小嘉宾 来 看向前方镜头 来两个小朋友比个爱心好吗 看向前方 特别开心啊 你看激动的这个 笑的这个嘴巴都合不拢了 特别特别的开心和激动 来三二一 好的 好的 来我们采访一下 因为他们两位作为我们粉丝的代表 是的 来宝贝儿 那主持人小姐姐想问一下 你们此时此刻 可以和你们心中的偶像 欢子哥哥合影 开心吗 开心 超级开心对不对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是不是 是的 刚刚在台下 这嘴可厉害了 主持人姐姐 你好丑啊 不过我说的是反话 现在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的两位小童星呢 你看颜值也非常高 而且呢 口齿也非常凌厉 而且能说会到 而且才艺 唱歌唱的又好 舞跳的也高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来采访好不好 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作为00后啊 你们是00后 对不对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欢子哥哥的呢 我就是从五岁开始就知道 他这个名字 但一直呢 都就是很难才能听到那首歌 他唱的歌 因为呢一般都找不到 因为我一直在搜 我不知道那首 几岁呢 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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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五岁的时候 就听到欢子老师的名字 然后自己太小 不太懂得运用咱们的这个 科技软件 对 可能是这个PN打错了 自己不知道怎么搜哈 没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热情度够高的话 让欢子哥哥给你送张专辑好不好 这样的话就不用搜了 每天都可以 现在的孩子五岁就 八岁就可以 这么有逻辑性说话 好厉害 好 加油 好 加油 当天的演唱会现场 一定要把自己的才艺多拿出来 给欢子哥哥多加点分好不好 当天把我们的演唱会做得精彩一点 行不行 好 好 因为你们是跟着欢子老师一起同台演出的 所以呢 我相信你们的心情也是特别的激动啊 对不对 对 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欢子老师的 我们十年经典巡回演唱会 对我的青春有你我们惠州站的璀璨绽放 让我们再次将掌声送给我们的明星偶像欢子老师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丽丽我们的现场 好 我还没说完呢 再次感谢我们主办方 前面应该是前面这一排帅哥美女吧 感谢在座的每个朋友 感谢你们的支持 另外 我除了唱歌还演戏 你们谁开院线大电影找我 我们沐白先生 我已经拍了三部院线了 所以呢 希望无论你们在座的事 做音乐还是做演唱会还是活动 还是拍电影的大发 OK 成功 谢谢 好的 谢谢 做一个艺人呢 现在就是要多才多艺啊 好 感谢 感谢欢子老师的 好的 谢谢欢子老师 让我们再次掌声 感谢我们的欢子老师 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演唱会的精彩 谢谢 来吧 现场的各位朋友掌声欢送一下好吗 来 让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欢子老师入座 欢迎 欢迎 好的 刚刚呢 我们的欢子老师呢 也是非常的乐于言道啊 刚刚呢我们一起 把我们的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了 期待我们的7月12号 我们的群星璀璨 欢子个人经典巡回演唱会 我的青春有你 能够顺利成功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粉丝 一睹我们欢子老师的阵容 让歌声绽放精彩 让我们共同祝愿 演唱会门票大卖 让我们共同祝愿 欢子老师的音乐之路 越走越宽阔 让我们再次想起热情的掌声 感谢我们欢子老师的到来 感谢所有道场领导嘉宾 以及所有歌迷朋友的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人们呢 常常把幸福啊 比最美酒 那么香槟酒呢 是我们今天这个 其乐融融的时刻 最适合开启的一件礼品 那么此刻呢 就有请我们的混子老师 带领我们的主办单位 以及我们的各代表 共同的在台上 共同开启香槟 为我们7月20号 我们的演唱会正式的喝彩 好吗 好 来掌声 有请 来 有请我们的主办协办投资方 我们的各位领导嘉宾 陪同我们的欢子老师 一起把我们的香甜甜蜜的香槟酒 共同注入这杯香槟酒塔 好 来请我们的摄影师 摄像师同时也做好准备 好 请我们的摄影师做好准备 也请我们的各位嘉宾 就位 好 以我们的欢子老师为首 把我们的香啤酒 让我们预祝 我的青春有你 欢子十年经典巡回演唱会 圆满 成功 掌声在哪里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相信啊 这每一杯都盛碗了 欢子老师 过往生活的甜蜜记忆 也盛碗了未来的一月之路的 新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确确实实 我们欢子老师 五十年代表公司 对于他 对于他的作品 都是匿量的 他每一首歌曲都满载着 欢子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每一首作品呢 也是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位歌迷的心 我们也相信 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之下 欢子老师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我们的欢子老师 也祝愿我们的演唱会圆满成功 谢谢 希望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 共同来分享这个幸福的时刻 来 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 每人手持一杯香槟酒 让我们为了本次演唱会的圆满成功 一同举杯 来吧 全场的各位嘉宾做好准备 让我们共同倒计十五个数 然后我们一同还一声干杯 请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 以及我们的欢子老师 一饮而尽来预祝 本次演唱会的顺利成功 来 我 四 三 二 一 干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的欢子老师 好 请大家回座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请我们的各单位回座 好的 刚刚在我们所有来宾朋友的见证下呢 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 同时也开启了我们的香槟酒塔 分享了幸福和甜蜜 同时也预祝本次我们的演唱会能够顺利成功 接下来呢 今天到啥呢 就到了我们的采访环节了 是的 因为非常难得能够把我们的重量级的明星嘉宾 我们的欢子老师邀请到我们的现场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继续隆重的这个采访仪式环节 是 此刻欢迎我们各大媒体的记者朋友们 来对我们的明星进行采访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各大媒体记者 欢迎你们 阿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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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共同来见证我们此时此刻的新闻采访环节 很开心能够在贵州结伴新年经典 有你这个巡演的第三站 所以呢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下一次 那下一次 最近在定档新年 你等一下你 这一遇 你再持续 这年人的生活是在不一样的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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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子老师一步到我们的合影区 那么请我们的主办单位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按照我们桌备的顺序 大家依次的分批拍照 大家不要拥挤 一定要现场维持秩序 感谢大家配合 那么同时在我们的欢子老师合影之际 好那接下的时间 我们继续的是流影环节 来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 我们的重要的嘉宾领导 根据我们主办方的安排 和我们的欢子老师合影 谢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和配合 那在我们欢子老师和重要嘉宾 以及领导合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来有请 有请原创歌手陈小杰 为我们送上一曲个人的单曲 无悔今生 为我们的本次发布会助阵加油 来有请我们的原创歌手陈小杰 做好准备 掌声有请 有请 我送给大家一首 刚发行不久的 我会今生 谢谢 我送给大家的歌手陈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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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给大家的歌手陈小杰